一人大S現在在愛情大戲裡面 再度擔任女主角 他的親朋好友可是權力的力挺 除了番啟偉親自寫了兩首歌 讓大S再開驚賞之外 小S更是每週日都帶著婆婆 守在電視機前 而且他還自爆 說當他看到姐姐大S 和何潤東以及黃曉明 這兩個大帥哥演對手戲之夠 當晚睡覺的時候竟然做春夢 一下溫柔體貼一下狠心無情 大S在愛情大戲裡的精湛演技 讓影迷佩服不已 甚至連妹妹小S都成了忠實觀眾 我們倆就穿著睡衣在那邊討論 後來歐城不是從泳池起來那一幕 之前我伯伯就說 媽媽去上個廁所 然後他在上的時候 歐城就真的著勇褲出來 我就說媽媽 媽媽精采的 然後我想說萬一他一起 然後就絆倒什麼 我就又很害怕 我就想說算了 結果後來我婆婆就出來 就一邊在那邊敷臉 我就說你已經錯過了最精采的 和婆婆組成加油團 但最讓小S羨慕的是 大S在戲裡與黃曉明 何潤東兩大帥哥 有著許多親密接觸 若曦歐城跟哪一個的同品比較好 當然是我老公最棒 可是我必須要講 就是我那天看完泡沫之下的當晚 立刻連做了好幾個春夢 真的太誇張了 而好久沒開口唱歌的大S 這回也一連唱了好幾首歌 甚至找來好友范瑋琦幫忙操刀 遙遠的桃花裡 有條小巷未人魚 朝向往海邊上的世界多神明 好耶 因為我們那個只有兩個工作天 然後我又幫他製作 然後我在 他在配唱的時候 我都叫他 默默 唱得非常好 然後我們再唱一句 或者是 默默 我們休息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覺得他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他在唱的時候 就已經是尹沙默在唱歌 並不是大S在唱歌 所以給他一百份 親友團強力掛保證 加上越來越高的收視率 究竟大S的歌藝和演技 到底如何 就得讓觀眾親自來打分數 密室新聞 陳雪李哲銘 台北報導